你到了一些大賣場 或到電影院裡面去 你只要看到 注意那小綠人逃生的標誌 但那個標誌打哪兒來 緊急出口小綠人 其實他從那邊來 他這個標誌是全世界通用的 可是他的起源地在哪裡 在日本 其實日本人稱他為什麼 太田先生 為什麼叫太田先生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太田先生設計的 為什麼太田先生設計這個 其實他有一個非常悲慘的過去 太田小綠人的來源 是因為1972年的時候 大阪千日百貨 發生大火 大火的時候上升了118條人命 非常非常慘 而且在現場很多人 因為整個大火吞噬 很多人逃生不起 找不到方向逃生 結果同樣的悲劇 隔一的1973年 雄本大洋百貨 又發生了一次大火 104人上升 連著兩年兩起大火 日本死亡了200多條人命 因為這麼嚴重的公安事故 於是日本政府覺得說 應該要在很多的公共區域 告訴人家 哪邊是可以在蘇珊的時候 趕快逃離到現場 所以他就辦了一個增高比賽 增高比賽就是讓大家來設計 一個統一的標誌 告訴人家說 往這邊就是一個 可以緊急逃生的出口 所以後來就是由多摩 比斯大學的太田教授 他的作品脫穎而出 日本把它通用了之後 結果國際標準組織 ISO也覺得說這個標準不錯 開始慢慢拿著 全世界變通用了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一樣 都是這個小綠人 所以這個小綠人 就變成國際統一標準的 日本人叫太田先生 這也是日本當時的血淚 這個小綠人 這也是日本當時的 小綠人